大家很愛吳仔 大家很愛OK仔 印度神童 語言系列全部都中了 不過 除了印度神童之外 還有其他語言 先唱一首主題曲 阿里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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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台 大家轉一下 讓你聽聽不同的東西 這個台很過癮 這麼高音 今天會說一些聖經語言 印度神童很多東西都中了 我說他中而已 我不代表信他 我們也要讓其他人中 大家有份中 一個玩完 瑞士山區廢 現在有瑞士山區神 有了 不要這樣說 聖經是正教 究竟說了什麼 我們會跟大家跟進一下 最近的新聞 糧食危機 變種新型病毒 還有那些 真是窮到窮的英國 真是淒涼了 還有 股市急疏 現在是股災的 是啊 道指過過千點 你發達吧 不要說發達的 我這些是矮民 其中一條韭菜 對嗎 其中一條 你割人那些 嘩 我們還沒在大戶 你作為一條韭菜 旁邊拿著刀仔 割人 不要 大家互相片 那今天有什麼話要說 其實我們稍後會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是否是末日來 有人說 現在有很多語言 告訴大家 又說火星集地球 地球人是搞外星人 外星人又看完照片 過來找地球人 NASA又說很多 太空船 不知道怎麼辦 這個世界很溫亂 糟糕 糟糕 我們看看聖經 聖經 原來 你經常說 什麼時候會到 末日 末日何時 不知何年 何月 得上所望 對不對 聖經 這個末日啟示錄 告訴你 這個角號已經吹起了 為什麼 末日到的時候 有些現象 就好像現在這樣 現在怎樣 又是戴著口罩 還是好天空 不下雨 當然不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末日 是什麼環境呢 當然 大家感覺上 我沒有工作就真的末日 我沒有屋住就真的末日 沒有女朋友就末日 很多都是末日 人家日日是好日 你日日是末日 不要緊 就儘管看看 英國那邊 我看到 這麼多人移民英國 我們有一條片 說移民英國 說那個老公 好像冷飛 躺平 打算買一間樓 過到英國 天天看播 行了 一層樓收租 說到英國通脹 創了四十年來 新高 你過到那塊錢 就縮水了 是 有沒有想過這些問題呢 沒有 當然 他老婆說他不做那些功課 有四分一人口 折衣縮食 英國現在是很窮的 搞到環境好像人 你過去是大富豪 大什麼富豪 老師都要做地盤的時候 寧願吃小餐 寧願吃小餐 什麼錢米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 另外 說到我們之前有的一種 非常恐怖的病毒 猴鬥症 是不是 飛到過去 這個 什麼 葡萄牙 是不是 葡仔北上去砸骨 弄到全身瘦 西班牙也有 那邊會不會跟親密接觸有關 那是空氣傳播 這些是傳染病 是傳染病 很大顆 很大顆 你看 好像神鴻輝的臉 不知道以為很毒 很噁心 看到就彈開了 嚴重嗎 又有新型的東西 很多 說到很多地區都開始有了 我們跟大家說 真的馬上 是不是末日國號響起了 害怕 害怕 我們看看究竟 末日國號是否真的響起 聖經語言 聖經啟示錄語言 在末日的日子 一切有制度的經濟制度 有體制的經濟制度 都會走向衰退 古災 並且進入七年大災難的時期 全球經濟將會徹底崩潰 這樣 比特幣股市 來的樓房比較真正 而且樓墊更滿了 有剛性衰進去 竟然是趙高 有 剛性衰進去 如此 現在的美股突然間是黃恩大協 黃恩嗎 是黃恩大協 射到入貨 正所謂跌下溝 有人說是不是真的沒日國號影響起 因為啟示錄說過 經濟塌上當時就是衰退之時 並且進入大災難之期 究竟在哪裡說過 經濟崩潰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 如果真的拿出來說過 或者真的發生了之後 這個世界會進入七年的大災難 而這個大災難一開始 七印災中第三災 有一位手持天平 騎著黑馬的使者將會出現 這是啟示錄第六章五至六節 有說到這件事 但是看著天平 是否是紫龍 不是吧 天平勝鬥時 你叫他立即拎頭 其實在啟示錄第六章五至六節中說到 揭開第三印的時候 我聽見第三個活物說到 你來 我就觀看 見到一匹黑馬 騎在馬上 手裏握著天平 我聽見四活物中似乎有聲音 一代錢買一升墨子 一錢銀買三升大蜜 有和酒 不可遭壇 剛才說的那些糧食很貴 聖經也有記載現在的情況 現在環境油價飆升 大蜜小蜜 說到升了六成 末世啟示錄 末世啟示錄 真是末世當道 何時來呢 說到這一天的出現 就是 你看到一個人騎著黑馬 拿著天秤 你見到他的時候 這件事是很意識形態的 究竟是否真的有人騎著黑馬 或者有一個黑馬騎著黑馬 拿著天秤 我不知道 等一下不是 有一個人騎著黑馬 馬上也說是 拉著錢秤 拉著錢秤 在街上買東西 他每天跟你計算 這個 拉著 是的 其實有解釋 一代銀紙 一代銀紙 代表你每天 找到那一天的工資 一升墨 代表你一天所需要的食物 其實意思就是說 你剛剛那份人工 夠你勉強吃飯 是的 現在不像英國的情況 是的 好了 三星大麥是甚麼意思呢 就代表 比小麥更粗糙的食物 即是吃便宜一點 然後吃得壞 只要你吃便宜一點 就勉強可以 吃多口人 即是你可以養多個人 現在 又是英國通脹 四分一人節衣縮食 我剛才說的標題是這樣的 是不是 末日啟事 真的 通脹是四十年新高 是不是 真的有這些東西 真的 正在發生 這個天稱 代表經濟崩潰 由於七年大災難 是全球性的災難 七印七號七碗 連續二十一個災 將會影響全球 這個是經濟的崩潰 也說到全球經濟 是不會一夜之間崩潰的 經濟衰退是一種走勢 因為當中夾雜著不同的原因 互相影響 有些人說 其實是耶穌在然 我們可以 耶穌在然 是耶穌在然 假的很多 像樣的有 是 因為有人說聖經裡的啟示錄 說到末日的 原像已經出現了 有些人說 根本 已經是 發生了 你說耶穌在然才好笑 我昨天看到有個網友 有一篇地獄梗 他說 如果能夠將很多人的債務 一次過倒在一個人的身上 然後殺了他 那就好了 然後他說 你很厲害 你已經發明了基督教 哈哈哈哈 是啊 明白嗎 真是淒涼 耶穌真是淒涼 是啊 尼阿塞 是不是 耶穌死 又大一旺 請救世人 我願意以我死為你們贖罪 糟糕了 然後耶穌就是這樣 然後創立了基督教 那些人就是這麼壞的 耶穌是 我幫你頂著這條數 你有什麼數 我幫你頂著 負資產我幫你頂著 你負不起 耶穌只負十字架 他只是意識形態告訴你 愛可以犧牲而已 但是那些人是很邪惡的 耶穌真的很仁愛 他說你不要怪他們 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這個人說起耶穌就流眼淚 小時候我有個 Kristian師傅 他玩健身 他跟我說 我一看這個聖經 那個受難機 他就 他就很傷心 傷心到流眼淚 我那時候都 得不到那個 那種感覺 到我之後研究宗教之後 我看到這個人真的不一定 所以很多基督徒應該以耶穌為你們的榜樣 就不是你經常說你這個人這樣欣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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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學耶穌那種大愛慈愛 你的數可以幫你頂住 到街上跟老闆說 我包你被當神正拜 你真的 你可以做錯嗎?你做不到 沒有人可以做得到 耶穌就可以做得到 祂說到 其實我們現在根據聖經啟示錄 我們全球人類的確身處在這個末日前的陣痛裏面 末日即將降臨 都感覺到的 是呀 陣痛,不是感覺到末日不知道 末日不敢說 其實在這個世界上,糧食危機湧現了出來 是不是? 再加上地緣政治的因素 導致糧食的欠缺,加劇 全球這麼多的八樣東西 全球多國受到這場戰爭 導致不夠食物 其實我們看到聯合國說出一個數字 說到全球飢餓的人 即不夠食物的人口 是急速加劇的 急速加劇 全球人類受到飢餓的情況 比起之前多了六倍 這麼嚴重? 不是吧? 其實全世界只有三分一的人口 是風衣足食 有三分二的人口 這是其中一個 是的 我們香港人很多人都算是風衣足食 感恩 有三分二的人口 吃不夠 甚至乎是處於飢餓的狀態 每年 最少有四百萬人死於飢餓當中 這件事 說到全球 平均每一分鐘 就不是有六十秒 不是說這些 是有三十個人餓死 一分鐘有三十個人餓死 真可憐 是啊 所以我經常都叫別人吃剩餓 不是你們是麻煩的 大胃王 眼闊肚窄那些 之後幾隻動物搶一盤食物 餓鬼道 有一盤食物都被他搶 算是 還有一些 凡是消化系統的疾病去世的人 例如喉癌 胃癌 那些全部都是餓鬼道 有食物都吃不到 是啊 很慘 沒有食物給你吃 是吧 大家可以明白 但那些食物都是吃回來的 是的 自作業 真是難聽說的 在某程度上 世界很公平 是啊 另外說到疫情的打擊 導致全球經濟崩潰 那你見到 美股一夜之間突然急射 零售股大跌 道指收市 射了1164點 哇 納指都急 不是急錯報紙 報錯 4.73% 哇 非常之誇張 那因為 在美國的零售企業的業績 非常之欠缺理想 亦都反映了高通脹 正正傷害了他們的經濟 那美股三大指數 就在昨天 就報錯 哇 這樣就急跌了 那有些人就覺得 哇 不會的 大V 整個大V反彈 不停 不停成 天龍大V 我見到那些討論區是這樣 回家睡覺 天龍大V 你睡醒了之後 就是跳樓式 亂崖式 那些 那些 一買了 還沒買便升 一買了 那棍紅色 直跌那些 直跌無水化 沒辦法的了 市場是這樣 有些人迷信 又覺得 這個是 無論哪個市場 港股都下跌 港股都下跌到 又回到差不多 被人的感覺 好像一個神 哇 股市 令我發達 很迷信 這個股市令我 令你發瘋 真的 五窮六絕七翻身 經常都說 這個時候你走來衝擊 簡直跟你自己的荷包過不去 聖經跟你說 這些東西 都是人為因素影響的 因為股市波幅 又疫情推動 很多東西 種種因素 導致全球經濟 都臨動 是不是 那這件事 究竟 接下來 病毒 會不會消失呢 非常令人關注 啟示錄告訴你 不會 為什麼 因為啟示錄 第六章 告訴你 第三印黑馬之後的 就是灰馬 第四印的就是灰馬 騎灰馬的使者 名曰 即名叫 死 這個第四印的災害中 有極可怕的瘟疫預言 在事錄第六章七八節說到 戒時瘟疫將殺死地球四分之一的人口 是啊 有人說到 相比起現在疫情的死亡率和確診率 簡直是 Peace of care 是這樣的 未到 未到最嚴重 未到最嚴重 有人就覺得 現在才是投盤 另外 大家都說到 因為投資的興旺 危機 之前說到石油危機 商品的航程速度上漲 推到全球物價上漲 衍生了很多金融工具 即是比特幣 古靈精怪物 很多古靈精怪物 他說 其實裡面 聖經都告訴你 這些東西 最後會造成全球 海嘯般的金融市場災難 因為人類的貪婪 投機性 不斷推一些東西 造成泡沫 其實印度陳同也跟你說過 比特幣 也不是那麼流通 沒有人都會買 不覺得你覺得是誰 其實在聖經上 也有說過一句話 你喜要定情在虛無的錢財上嗎 因為錢財必長此旁 如鷹向天飛去 是這樣的 其實到最後都會離開 要有實業 腳踏實地 好了 聖經說到 對這個末世 不同的國家 在陸續世界的預言 都說得很清楚明確 當中是沒有說美國的 美國在聖經裡面 是不入流的 都沒有美國 聖經哪有美國的 不是啊 講到說 預言當中 有沒有關乎 可以透露美國的東西出來 美國是什麼時候開國的 不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 有人就覺得 喂 你的末世預言 都是在說現在的環境 哪些大國 當然 有人就覺得 美國是否那個國運 會向下走下來呢 股市是否會衰退 從事它的美元 不能夠做這個世界的領導地位 那倒不會 有人就覺得 會不會變成人民幣做結算 這件事值得 可以看看 去到啟示錄的第六章第六節 跟你說 油和酒 不能拿來糟蹋 這件事可以告訴大家 《創世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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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逆向操作的神》 《基督徒遵守以下規則》 你就可以擁有以撒一樣的經歷 這麼厲害 以撒一樣的經歷 他就說 神 當然 當年以撒 在基拉爾的年代 神 給他一年 由窮光彈 轉去昌大 日月盛世 最後變成大富豪 我就是以撒 大富夜總會 當然是大富夜總會 即是說 你要看看 用什麼心態去面對他 其實就是 你不要想著 一夜富貴 一夜一煲青袋 通常都有 最後 我們也可以跟大家說幾件事 幾件事是幫助大家 去怎樣面對這個環境 因為經濟的衰退 是會令到很多人跳樓 真的 不是開玩笑 尤其是炒樓炒股 不是炒股 不是炒樓 炒樓 炒樓沒有事 炒美股那些 你買錯邊那些 有多少跳樓 是不是 香港曾經都有這些環境 當然 我們聖經講到什麼呢 就是說 投資有什麼原則 就是說 什麼叫做投資原則 就是 看見需要 就必 吸出 投資的重點就是 知道什麼事 主特別 看得重 我就是在這裏 付出 聖經一直都跟大家說 要有國度的觀念 這樣 這個其中一件事 就是 聖經經經常都教人 很多宗教 都是道人向善的 那究竟 是不是真的 末日降臨呢 這件事 我們處於 在這個末世當中 經常都說 不同的寓言 經常都說 什麼時候死了 什麼時候毀滅 這樣 末日覺號 是不是真的響起呢 你自己去看看 因為 全球經濟這樣縮發 不要說什麼 不要說 神會降臨去審判大家 你沒有飯吃沒有飯開的時候 在你心目中 每天都是末日的 如果被你預算在斯里蘭卡 一天 斷水 斷電 什麼都斷十五個小時 你怎麼過呢 那些真是末日 那些真是末日 說到現在 斯里蘭卡正正處於 他們由立國以來 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他們的總理 總理出來警告 由於主要依賴入口的燃料短缺 預計他們的斷電時間 可能擴大到每天十五個小時 亦都說到 藥物已經正式見底了 嘩 他們覺得什麼事都沒有了 那些人民 最後都是靠自己 英國嗎 不是 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那就變成了 好像 油木民族一樣 最後走回去非洲 是呀 是呀 走回去非洲 種養物 種野那些 你想想可能上個月前 亡國 是啊 他打算找抖音 一下個月就回到非洲 是啊 你想想整件事 回歸大自然 英國其實也很嚴重 因為那個能源 那個能源價格 高漲帶動底下 他們四月份的通脹率 已經達到百分之九 在四十年來最高 顯示到 英國在英國生活水平 進一步惡化了 為了應對這個高通上 在英國有一個民意調查顯示 超過四分一的人口 選擇三餐減食 這些搞不定的 是啊 開圓的折流 嗯 因為其實當地都非常擔憂 因為現在他們的升幅數字 是1982年以來最高的數字 有經濟學家就表示 四月份這個急劇通脹的上升原因 主要是受制於 因為英國大幅上調能源價格上限 電力和天然氣的價格急劇攀升 同時間金屬化學品原油價格持續大幅上漲 應該傳媒說到 有鑑於通脹持續高企 英國財政大臣更加面對更加壓力 希望想辦法去解決 那些基層市民的生活環境 因為其實這件事 為何無端端這些東西會升 就是打仗的問題 因為烏克蘭戰爭和俄羅斯打仗 導致能源和糧食的成本急升 全球各地通脹 已經上到幾二十年來的高位 是啊 你看到不要只是英國 黑天鵝效應 端端走來打仗 沒錯 他們預計這個全球 他們將會陷入了 難道真是世界末日 他們的啟示錄都跟你說了 當物價 你賺的錢 只是勉強救你一天的時候 勉強 世界末日來都不願意 這件事都看得到 其實除了說錢 你夠不夠花錢之外 說到這個猴豆症 究竟什麼事 越野越開 很恐怖 是啊 有疫情又這樣又這樣 真是恐怖到這樣 原來在歐洲 西班牙 昨天已經發現了二十三宗病例 二十三宗在西班牙 這次才中 小孩子又有蕃茄 這邊也有後鬥症 真麻煩 這群二十三個男人 當中 就說 只有一個 過去幾個星期沒有進行同性性行為 在家旁邊 同性 就是懷疑這些全部是同性的 愛滋病的變種 不是吧 不是 愛滋病是異性也可以的 是 同性戀才有這個病嗎 是吧 真的不知道 這麼厲害 就說 在西班牙之外 葡萄牙就說 有五個人都有這些 是的 同時間 正在調查十五宗懷疑的案 而這五個人 都出現了一個 潰陽性的病變 非常之 勾難腳 另外 在這個 美國麻省衛生部 即是宣佈 近日 有一個去加拿大的男子 懷疑都中了招 這件事 是美國今年的首宗病例 那 他 原來 美國追回這傢伙 究竟入境的時候 有沒有佔過什麼 原來 他 早前跟確診的英國旅客 另外六個人 搭同一班機 那我懷疑他們是靠普通的 可能空氣接觸 惹到回來的 嗯 真是 好恐怖 這件事 因為你看得到 看得到病徵 說到 覺得凹凹凹 好噁心 即是你Omicron也說 頂咚可能不舒服 很累 在家裡 他這隻 更加恐怖 在末世裡面 如果你相信末世降臨的時候 更多 古靈精怪事的發生 這件事 究竟如何自處呢 很簡單 怎樣 無論是印度神童也好 佛教 你相信什麼教 做好事 沒錯 做好事 行善即得 對人好一點 對自己好一點 對身邊的人 尤其是 對環境也是 很多事自自然然 你就能夠逢空化吉 所以這件事都有重要 究竟 你信不信有末世的降臨 啟示錄說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 看看 接下來的故事 是不是真的繼續向下射 是吧 突然之間 這個世界的事 沒有人可以猜得到 沒有人可以避得到 這集時間是這麼多 拜拜 拜拜